你知道我收到完成品的時候 我還很生氣 我還打電話跟製作人說 幹嘛修成這樣 我覺得很噁心 我覺得太假了 我覺得有點噁心 我已經50歲了 然後竟然是少男的個身 斑白了 斑白了 你的渡從宇宙裡面除了花藝 然後除了造型師 去年拍了戲 你演什麼 院長 醫院的院長 是你第一次演戲嗎 第一次不是演李明川 我前面都是演李明川 各種版本 你歌手為什麼要做這個戲 唱歌這件事對我來講 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對唱歌是沒有自信的 沒有自信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聲音介於男生跟女生之間 所以我每次開口唱歌 我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你的聲音會特別突出在那裡 所以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歌 我覺得蠻不容易的 但是有一個人啟發了 我覺得找對歌路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叫做安心亞 我真的是因為看安心亞 她每一個商演幾乎都長現場 我覺得超厲害的 所以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去找找找 找到適合我自己的歌路 那我就覺得好像 那把鑰匙被打開來 所以才會一連出了兩手 你知道我收到 那個完成品的時候 我還很生氣 我還打電話跟製作人說 幹嘛修成這樣 我覺得很噁心 我覺得太假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們沒有太修 因為現在的技術就是 音準可以修 拍子可以修 但音色不能修 原來不知道成你 這聲音是你自己是講的 對 因為有一點 我自己講的 就是他是少男的歌聲 我覺得有點噁心 我已經50歲了 然後竟然是少男的歌聲 斑白了 斑白了 換個角度想 就是墮落到這個 斑白的年紀 目前的人生哲學就是 不要後悔 想做什麼就去做 接下來有沒有想到 哪個身份還沒有想做呢 今年可能會 把料理這塊 再多做一點發展 辦這件事會有問題嗎 你有看到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你有可能要開餐廳嗎 不會 餐廳絕對不會 因為我喜歡做菜給大家吃 但並不代表 它要變成一個營業項目 很多朋友來家裡吃飯嘛 每個人都說 那我付一點菜錢 就是有點像 覺得說不好意思 我都說不用 我喜歡大家吃了很開心的樣子 你們就洗碗就是了 對 我堅持不裝洗碗機 哈囉 徐星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許布凱 我今天來2024年農年 先祝福大家 賀文龍總來 平安喜樂 健康快樂 謝謝大家